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575期迷彩虎军情 我是你们忠实的舍友虎牛露露 这个月初 印度国内传来一阵欢呼之声 发生啥事了 原来 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 与俄国军工综合体经过协商 终于拿到首批 供T72M1T90S坦克使用的 125毫米 芒果穿甲弹的生产许可证 最重要的是通过的质量检测 此前 印度曾因急缺炮弹 而向俄国求购了6.6万发芒果穿甲弹 俄国人自然不能放过这个坐地起价的好机会 狮子大张口 当即提价20% 就这样 印度再次魔幻般的从腰包里 掏出了4.2亿美元 买了6.6万发炮弹 没办法 谁让你不能自产呢 这次可能是俄国人良心发现了 总算给了印度人授权 我们可能无法理解 不就是造了颗炮弹吗 这也能算个新闻 您别说 对于印度这种 长期以来 连自产子弹这种基础军工产品 都有问题的国度而言 还真就别对他们有太多苛求 印度陆军 毫无疑问是南亚次大陆 规模最为庞大的武装力量 仅从武器装备情况来看 这支部队作用各型坦克高达3000辆以上 其中现役战车主要包括 2000辆左右的T72 800辆T90 600辆T55 以及那象征性购买的250辆阿琼 似乎如此强大的装甲力量 足以支撑其蒸蒸日上的野心 然而印度陆军前一阵却公开承认 如果遭遇大规模高强度地面战争 坦克部队将在三到四天之内 打光所有储备炮弹 而正常情况应该是40天才算够用 也就是说 开战四天之后 印度陆军那些坦克 会全部沦为拖拉机一般的存在 不对 应该说还不如拖拉机 拖拉机至少比坦克省油 三天意味着什么 通常来讲 三天是部队激情消耗 一个技术的弹药所需要用到的时间 这意味着 印度陆军目前只有一个技术多的弹药储备 这根本不足以支撑打完一场战役 因为一般一场完整的战役 至少需要消耗掉20个技术的弹药 滑稽的是 在1999年印巴之间爆发的 卡尔吉尔冲突当中 印度军队仰仗自己的数量优势 毫不吝啬地将炮弹倾泻出去 而且每天都能发射6000发 可是在发射完25万发炮弹之后 竟然发现没炮弹了 那赶紧从后方运啊 不好意思 库存也没了 现在全国弹药告急 正想办法满世界求购呢 估计又免不了挨一顿仔了 一场战役还没打完 就打空了全国储备 不得不说 印度这个还真有点快了 除了弹药储备 仅够支撑4天这种数量问题以外 还存在陆军所需的170种弹药中 缺乏125种的情况 刚刚在前面说了 印度就连子弹都不能完全自产 就更别提技术含量 以及制造难度更大的炮弹了 当然 新比天高的印度人 倒也是试着仿制过 俄系125毫米口径穿假弹 然而质量却非常感人 发射出去后 但脱不脱窍 担心过早坠地 也就是能打中的打不穿 能打穿的打不中 都是常有的事 不过这都不算大问题 那些因为发射要面整形不过关 而导致炸糖的情况 才是最要命的 阿米亚汉是受国人欢迎的 印度一线明星 最近他首次在电视节目上 谈及中国 微信搜索军事视频 关注后回复明星 看看他如何评价中国 又如何评价自己的祖国印度 此次消息一出 似乎印度终于算是能够自产 质量合格的炮弹了 那么果真如此吗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 这个芒果穿甲弹 究竟是个什么货者 事实上 这次俄国人之所以能大发慈悲 给予印度人穿甲弹授权 绝非良心发现 而是因为 这个芒果穿甲弹 压根就是种过时的产品 其采用的是 已经严重落伍的 两结式设计 但新有两个串联的 乌合金棒组成 稍有物理常识的人都会明白 这种结构的穿甲效果 根本无法与 整体是乌合金蛋新相提并论 另外 芒果穿甲弹 还有个著名的世界唯一 当然 不是什么好名头 要知道 穿甲弹的速度都非常高 往往能够在爆炸反应 装甲进行反应之前 却将其穿透 并击穿装甲 而芒果穿甲弹 却是世界上唯一一种 能够被爆炸反应装甲 干扰拦截的 唯一稳定脱壳穿甲弹 在战场上 已经发生过多起 芒果穿甲弹 被第一代爆炸 反应装甲消耗掉的情况 这就意味着 芒果穿甲弹的穿身 仅仅只有450毫米而已 在面对它 可能遭遇到的对手 哈利德 T80UD 甚至是披挂了 焊接装甲可体 以及反应装甲的 魔改版59 阿扎拉主战坦克 都会礼不从心 而后者还拥有 高达650毫米穿身的 高性能125毫米口径穿甲弹 以及更为先进的活控系统 也就是说 印度T90 可能还真打不过 深度定制版的 5对负重轮 再来波福利 推荐一个好玩的 3D坦克设计游戏 游戏还原真实坦克数据 操作简单硬上手 画质精美令人震撼 打击感爆棚 还可实现5v5等 多人同频 及时在线对战 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迷彩虎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体验手机上的次世代坦克争霸战 全部 在崩耳ề